我妹妹是在電話那一頭一直哭一直哭 他先知底底在跟我講說哥哥不會救回來 我哥哥因為我爸爸這種勞力 還有他的婚姻也是一大狀況 經濟也是一大狀況 但是他他撐起來他不跟我說 我哥哥是心機梗塞馬上走的 五秒鐘沒寄回來就走了 因為失智症第一個陣仗會跟人家起衝突 我爸爸整夜不睡覺然後要打人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照顧他 我一定要把他放到機構 我就跟我哥哥他們說 他沒死先我先死 我爸爸所有的費用是我一個人扛的 全部都是我扛 所以那時候獨撐大局 我也不會哭耶 好像也沒有哭的空間 那就悶著 每一天去工作每一天賺錢 我們有一個迷思就是說 我們自己的老人自己照顧 那過去的傳統裡頭都有這種價值 那個就叫孝順 但是我自己學這個的 我不認為是這樣子 第一個我們沒有受過這種長照的訓練 第二個你的住家是不是適合 私自老人居住 我家的房子不適合老人居住 我是透天的 然後那個樓梯很窄 我爸爸已經會越來越沒有辦法走樓梯 跟孝順不孝順是沒有關係 有的是有沒有專業的設備 專業的能力 專業的訓練 照顧這個老人 我們有時候會新穿 在這三年 你是我的社交人 我們在一個月份 你怎麼會有建立的 你怎麼會怎樣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